人家土豪都有几万代 十几万代的黛玉 并且能拥有私兵 又能统治领民 至于大明 论黛玉就更远胜中土的王爷 宋朝以后 封王者也只是名义上的宗贵 能实际上拥有的土地很少 明朝算是最后代藩王了 实际上 藩王能真正掌握的天地 也不过几万亩左右 佛特远之郡王 不过几千亩 这个世界的朝廷也差不多 后来道法显示 各地诸侯才算领有十地 但也只是诸侯才有这待遇 普通世子和官员 却无此待遇 这个问题值得深深思考 黄存也隐隐意识到 这怕又是个人和道工的定位 和角度上的问题 天色黄昏 晚霞菊黄 越来越暗淡 最后变成灰黑 转眼已是第十七天 早就进了海 王存也估计了下 这船在江里速度 可达一小时二十里 在海中能一小时五十里 一处舱室中 青囊里的一颗明珠 照在房间里悠悠明亮 王存也在小岸上 铺着字笔 若有所思 这却是在回忆着 寻仙路的事情 李西山本是富家子弟 生活奢命 数年前把家财耗尽 以至亲朋离散 无言见人 后遇一位仙者 两次赠以聚金 不出数年又挥霍殆尽 最后终于回首修道 并渡过寻仙路 得以成仙 崔玄之 爱花兮花 感动花仙将士 传授法门 使之成道 无假记 此人博学多时 性情孤俏 酷爱梅花 在家宅四周 便知梅树 五十岁时 举清寻仙路 三年大成 这些记载 都是后级薄发 往往都要四五十岁 才成就鬼仙 至于寻仙路 那时更是记载很少 不过大部分 都没有动用 多少武力和法力 而往往是 行路千里 传播道学 或有所正物 这情况也是正常 那时古代成仙者 都是灵心孤正 所学不可能 有着系统严密的道法 神通法力不多 自然不可能太过功利 王存叶 起身在船舱里 栩栩夺步 沉着脸 寻死着 这些例子 并没有多少借鉴 三百年前 寻仙路 所有传播道法的用意 根本却是一种 道心磨练 但到了现在 如果王存叶 仅仅是磨练道心 拿不出成绩来 怕是很难通过 道工的审核 一旦有了组织 就必有利益 正沉思着 就感觉船舱颠簸 外面还有着 阵阵呼喊声 非常嘈杂 自人心圆满 王存叶五感 增了数倍 听见外面种种 知识等闲 听得这种情况 却只是心中 微微惊讶 就开了舱门 出了船舱 向甲板上走去 到了甲板上 顿时视野开阔 只见云层 滴滴压下 遮盖整个天空 船身不断颠簸 海浪一浪 高过一浪 这还罢了 却见着不远处 盯着一条船 王存叶目光不错 只是一见 就见到对面 甲板上 持矛持刀的人 海贼 王存叶顿时 意识到这里 甲板上船长 正在安排着水手 水手 纷纷拿出 长刀长矛 不少人拿出 皮甲穿戴 而船长 不时发出号令 调整方向 青田长盛 上了甲板 身后站着四个武士 目光凝重地看着 几次调整着角度 但后面这艘船 紧盯着不舍 半个时辰 两船已不足毅力 身后跟的 明显是海贼专用船 个子不大 速度快 远远能看见 对面船上 持着长矛 挠钩 还对着大声叫喊 因因是威胁的话语 随着距离接近 船长神色 冷静凝重 指挥着 预备着 轰一声 接闲了 海贼立刻纷纷放出脑沟 一个踏板 就落了下来 海贼船一声大喊 扑过来七八个海贼 举起长矛刺杀 而在本船上 船长一声命令 也有不少水手举矛而刺 杀 跳板上 长矛互相刺杀 杀声震天 只见这船上 大部分都是海贼 纷纷涌到阶弦 一路砍杀而来 船险口血肉横飞 密集的人 让所有人无法闪避 只凭着个人的运气 和刀法 来争个生死 一个服装武士 挥着长刀扑了上来 这人显示 有着相当的刀数 只见刀光一闪 对面一个水手 就是雪花一闪 跌在地上 就此断气 后面跟着七八个武士 和海贼明显区别出来 一路杀上去 挡着尽被砍杀 露出一段缺口 这几个武士 跳过了甲板 别的海盗 都蜂拥而上 本船上 四十个水手左右 海贼船上 有五十 在甲板上 生死相搏 船长持着长刀 和一个扶桑武士相战 两人一时分不出胜负 但在别处有着武士的冲击 水手节节后退 而在这时 青田长盛 脸色凝重 一回手 两个武士嗨一声 拔出长刀 扑了上去 就在这时 对面海贼船上 立出三个弓手 顿时三只箭射了上来 只听扑扑二声 扑上去的两个武士 其中一个重箭 长剑毫不费地 撕开这个武士的身体 在后背 透出血淋淋的剑尖来 这个武士 顿时跌在了甲板上 鲜血飞溅 眼见着不活了 海贼世袭大阵 一路沙江上来 对着沿途水手 挥刀砍杀 鲜血飞溅 这时 连青田长盛都变了色 一个冲上来的武士 见到王存叶 立在甲板上 神色自若 不由大怒 呐喊一声 挥刀砍了过来 王存叶冷冷一笑 瞬间抽出剑来 只见剑光一闪 这个武士 应声惨叫 跌了出去 半片脑袋炸开 王存叶既出手 就不再留情 踏步而上 每步必杀一人 只见一路上去 寒芒闪动 必有海贼重剑惨叫 凄厉知习 这时并不用剑气 去大砍大杀 鲜血飞溅 肢体飞溅 只是几个呼吸 就杀了七八个海贼 这时一声鹤铃 对面海贼 有着船长 海贼受到指示 顿时直扑向王存叶 王存叶冷笑一声 一剑一人 锋芒所致 纷纷倒下 顿时一地尸体 剑得甲板上 一片片的鲜红 就在这时 一个武士扑了上来 长刀一闪 破空极致 青田长盛惊呼一声 迎风一刀斩 王存叶移上六寸 对手一刀的确有些玄妙 可以看到长空在空中 沿着一道弧线寄来 却只是身见一跌 这一跌 击在刀上 对面武士全身一阵倒跌出去 王存叶高笑一声 冲了上去 跃到了海贼船上 顿时一片混乱 王存叶大步而上 一脚踏在一个跌倒的海贼脑上 这脑袋顿时和西瓜一样爆裂 红白飞溅着 剑光又闪 拦截者都纷纷跌下 残枝断壁到处都是血液流了一地 尽此情况 才自生死关头脱离出来的船长和水手 都不由目瞪口袋持着刀锚呆立着 清田长盛不由眼睛发亮 喃喃地说着 剑豪啊 不 是剑胜呢 甲板上鲜血飞进 又一个武士重剑 长盛四叫 海贼虽然凶残 哪儿见过这种情况 终于崩溃了 只见几个海贼立刻跪了下来 扶住哭诉哀求着 唯一的就是这话听不懂 虽武士阶级和商人阶级都以说汉语为荣 但一般扶桑人说的还是草语 有人跪人 顿时海贼纷纷跪下 用颤抖身子跪在满是鲜血甲板上 不断颤抖着 还有这一个武士却不肯投降 呐喊地扑了上来 只见见光一然 一颗头乳就飞了出去 鲜血喷出三尺 这个无头尸体还举着刀直直扑上 却喷到了传咸口直直跌了出去 落在海浪中 转眼就消失不见了 饶命 我们服了 见死 一个武士丢下长刀 跪了下来 用的却是汉语 让王存也听明白了 见首领都跪服了 余下的海贼和武士 都在王存也面前跪了下来 一时间杀声就停了下来 饶命 海贼不断磕头 语音发颤 一眼扫过 只见到五十个海贼 只余下十几人 其中只有两个 是武士模样 王存也心中一动 这次去扶桑之国 要成些事 就必须有着人手 这清田家可以合作 却不能依靠 这些海贼 却也可以用着 特别是两个武士 看情况是 所谓的浪人 但刀法不错 又会汉语 却可以用事 当下就不再杀戮 转身回了 原本大船的甲板 对着清田长盛说着 这船和这些人 我收了 清田长盛一正 明拜过来 说着 明白了 我这就派人过去 打扫和问话 王存也点了点头 回去舱里 话说刚才鲜血飞溅 虽没有受伤 却也沾染了不少 就要回去换衣 过了半个时辰 一艘大船 和一条海贼船 在这片海域 缓缓航行 清田长盛坐在船上 甲板上中国 只是还存有 不少暗红血迹 下舱 不时传来惨叫声 却是伤员 不过按照海上规矩 战死的人 都是扔到海里 现在船上 已经见不到尸首了 船长狠狠盯着 不远处的海贼 手紧紧握着刀柄 刚才一战中 船上四十人 阵亡了十一人 伤了九人 其中有五个重伤 怕是难活了 海贼死了二十七人 有十一人负伤 活着完好的 只有十一人 包括两个武士 这种血海深仇 让船长恨不得 将这些海贼 全部杀了 但只要想起 王存也刚才武功 还有着冰冷的眼神 就让这个汉子 不由冒出一股寒气 现在余下的十几人 还不够这人 一刻时间砍杀 这时 过去沟通的一个武士 跳了过来 对着清田长盛 低声说着 问清楚了 是道典家的人 船上还有这一批货物 大地上值五王冠 还有一百万两白银 五百两金子 清田长盛听了先不作声 这笔货 可真的让人心动 要知道 两万弹 五四五宫的话 他每年也只能收一万弹 当然 由于扶仓的特殊性 米一弹是一百五十斤 相当于黄金一两 但是就算这样 这笔货 也相当于六千弹 过了两久 才拿定主意 问道 是道田家 听说 已经被覆灭了家明 我想 还敢出来做一票 道田家 还有人在上面吗 没了 道田家笛子 道田新政 在上面 已被砍杀了 巫师回答 清田长盛点头 这就好玩多了 说着 把这两个浪人寻来 我会儿进仓 给王大人问话 嗨 武士硬着 案前 王存也换了衣服 却在沉思着 扶桑自有神系 有八百万神 传道扶桑 就是挤牙空间 如果道法不写 鬼神不济的时代 也就罢了 这时如果出格的话 怕是引得注意 就算这扶桑 八百万神 鱼龙混杂 大部分只是鬼众级别 但只要里面 有百分之一是神灵 就是一股庞大的力量 现在情报不多 还是到了扶桑 查清了情况 再做打算 想到这里 一阵海风袭来 使人不由 打个冷静 并且听到滚雷之声 甲板上 清田长盛 闻声看了看海面 叹了口气 心中暗暗想着 大船开翻要九人 这海贼船要七人 开船是够了 这时两个武士过来俯身叩拜 清田长盛冷冷一笑 哼 进去吧 说着长身而入 进了船舱 船舱中光线很暗 却并不点着油灯或者蜡烛 清囊中 有颗夜明珠 照得满是金光 清田长盛 许久才看清这个 不由一正 这种夜明珠 至少值得亲戒 朱子左兵卫 拜见大人 宗前卫门 拜见大人 两个武士拜了下去 他们现在已经知道 这位是中途贵官了 王存叶冷冷盯着两个 带着一丝冷笑 却也不理会 只是对着清田长盛说着 清田殿 情况莫清楚了 清田长盛拍了拍折扇 才说道 弄清楚了 这是盗田家的人 见着王存叶不解 又解释说着 盗田家 有一万十石膏 在安之郡 不过去年 都是大人的 都是大人的 大概 价值有五万贯吧 又有一万两现银 五百两黄金 王存叶听了不动声色 雨气冷冰冰 对着清田长盛说着 我行走福丧 也要有几个人伺候 那你看 这两人还能用吗 清田长盛 打拎着两颗 浮在地上的武士 他们都紧张地抓着地板 有些颤抖 就说着 这些都是盗田家的 低级武士 盗田心正死了 这盗田家就回不去了 若大人想用 还有个出路 不想用 就只有死路一条 或者变成浪人了 就在这时 一个大浪 打了上来 船舱一阵 一时间看不清楚 王存叶表情 良久 王存叶才说着 你们两人愿投靠 我的门下 愿意 我们白见殿下 两人打了一个机灵 一下子清醒过来 扶身就跪着 行了 只要你们能办事 给你们弄个 摆弹之行还是可以 王存叶冷冰冰地说着 现在你们下去吧 把船和货弄妥的 两人连忙叩头 反而露出一丝喜色 退了出去 王存叶又对着 清田长盛说着 这些货就卖给清田家 就按照你说五万贯价钱 怎么样 都折成黄金 折成黄金一万两 如何 本可以折算成一万两千两 但清田长盛想了想 说了这个价钱 善 王存叶也不计较 就硬了下来 清田长盛想了想 又说着 这海贼船 还能折价五千贯 王存叶摆了摆手 说着 这可不行 扶桑都是海域 还是有条船方便 这说的也是 清田长盛 有些遗憾 但也算了 估计一下 单时这笔 又可以赚五千两黄金 当下两人不由相视而笑 当下两条船就乘风破浪 朝着扶桑行去 一路上海面 并不平静 不时滔滔海浪 临天大风 好在并没有遇到海贼和水妖 终是有惊无险 连着行了五十一天 经过各种岛屿 基本上都没有人住 不过死了不少人 本来有些紧张的淡水和食物充足 这也算是某种安慰 就在这时 甲板上传来阵阵惊呼 声音中 有着掩饰不掉喜意 就有着松前幼卫门 上前禀告 殿下 扶桑到了 王存叶心中一喜 赶了上去 只见这时 有着大雪 雪色迷蒙 四周水浪滔滔 不住地涌起 不住地涌落 阵阵水气四溅 松前幼卫门 凝望着远处 雪融化的水滴 一滴一滴 滴到甲板上 却止得说着 这时到了平口晚 再过半天 就到了三味晚 十二月天色 雪蒙蒙一片 王存叶急目而望 远远前面 遥不可及处 陆地的轮廓 亦隐隐可见